照片俩人是谁?是曾家的人是谁呢? 是曾的孙子和孙女,孙女叫小月,孙子叫啥名啊? 我也曾在问当中呢,我也想知道啊, 孙子和孙女在澳大利亚,听说最近内部就是两天前, 悄悄下令到澳大利亚,跟澳大利亚政府商量, 只要你把这几个人,你给我遣送回来,咱们有大理, 我马上对澳大利亚开进,所有都答应你, 只要能让这两个人回来,意思大了,意思大了, 这照片我是在一周以前我都没有,是一周以内获得的, 然后呢,这就直到这种消息,就天意啊, 你去想想,曾的根儿就是他的小孙子, 是小孙女,和曾维,还有蒋梅, 你想想要把这俩要以国家做交易,这么大的交易, 要把他给干掉,要把他给弄回去,哇塞!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,这就是非常有意思啊,非常有意思的时刻, 但是我觉得这回中共想把孙子、孙女花大价钱弄回去, 绝对不是说他俩的斗争的问题,而且二十大就马上就开了,是吧? 他要的是什么?就是二十大之后,他要的是什么?中国经济崩塌, 之后,这事大了,大了,兄弟姐妹们,我只想增加之道, 你若不相信,咱走着看,澳大利亚政府会答应吗?一定会答应的, 我认为最后澳大利亚政府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 我觉得老共会把他绑回去,不会是遣返,会把他绑回去, 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,老共绝对敢, 习太阳也有这个盲劲,因为他现在他真的发现, 所有的他的敌人背后都有曾的影子,都有孟和王的影子, 他要一定把他们干掉,他不干掉他们,他百分之百把他干掉。